来广东电子场寻找真爱的第37天 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问我今天为什么没有更新我和朋友的爱情进展 那是因为朋友今天身体不舒服 所以呢我带他来医院的检查 然后医生安排他住院 可是现在呢又没有床位 医生初步诊断是胃部有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的话呢 还要等明天检查了以后才知道 所以说有时间我还是会给你们更新的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好了今天呢就这样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我和朋友的爱情进展的话呢 后面我们再说吧 像这样 来广东电子场寻找真爱的第38天 由于昨天医院里面没有床位 所以待会儿吃完早餐就带朋友去医院里面安排住院呢 我和朋友是在广东电子场寻找真爱的过程当中认识的 所以不管街区如何 我一定要陪他把病治好了再说 现在呢在这里办你住院的手续准备住院了 现在医生正在给他测量血压减差一下 终于有床位了 终于有床位了 然后这是干什么我也看不懂 终于安排到床位现在掉上眼水了 怎么样朋友们疼不疼 看我好大一个针 没事的很快就好了 要不你先回广东吧 你先回广东这样我耽误你吧 没事没事 这种事情可能要等你病好了再说 没事你回广东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还先等你的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 但是现在耽误直接是把你的病治好 知道吧 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 不管我们俩的事以后积极如何 我都会陪着你先把你的病治好 好不好 这样很耽误你的 没事没事 我不怕 你现在饿不 没事没事没事 你现在肚子饿不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吃不下 现在吃不下吗 那待会中午我去给你买一碗稀饭回来 嗯 那你休息一下吧 虽然彭妹的母亲还没有同意我和彭妹交往 但现在当务之急 彭妹是治病要紧 等她把病治好了 我再找她母亲好好商量一下 但不管阶级如何 我都会陪着彭妹 好好的治病 直到她健康出院为止 加油吧 在广东电子上寻找真爱的第39天 现在在医院里面 晚上三点多了 想不到彭妹睡觉竟然会动被子 也不怕感冒 我来帮她看一下吧 哎呀 吃 哎 哎 哎 我还在睡 好好睡啊 我就坐在这儿 然后趴在这儿 哎 来广东电子厂寻找真爱的第40天 专业间和彭妹认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这对她一路组来历经千辛万苦 从湖北到广东 从广东到她的贵度老家 再到彭妹生病住院 一路的心酸 哎 你不要这样想 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不照顾你 谁照顾你呢 是不是 我就说感觉特别对不起你 就是当了你那么久 然后我妈又没给你完全的不复 然后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我觉得阿姨那边的话 我到时候 你出院了之后 我们再回去好好跟她商量一下吧 好不好 别哭了 别哭了 啊 特别对不起你 你还上 打个吊针上厕所 就像你 哎 这个 那有调皮吗 也没办法 你不要建议哈 这你不建议就好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知道吧 等一下 你就早点 安安心心的养病 病治好了 一切都好起来的 知道吧 对于我们两个事情的话呢 嗯 到时候 等你出院了 我们再回去找阿姨好好商量一下 可以吧 嗯 好好养病 不要想那么多了 虽然她的母亲 还没有同意她和我交往 但不管结局如何 我都会陪着她健康出院为止 唉 希望她早日克服吧 来广东电子厂寻找真爱的第41天 转眼间和旁妹认识也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呢 如今我们的恋爱还没有结果 她却生病了 现在马上带她去做胃经检查 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现在她要进去做胃经了 出来了出来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来坐 坐这儿休息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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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音声怎么受 啊 你疼吗 啊 你疼吗 怎么了 说吗 可能 可能有 要做手术 没事的 没事的 不怕 不怕 没事的 小问题了 不够了 不够了 走走走走走 放心吧 我一直会陪着你的啊 我又陪着你 直到你治好为止 好吧 不要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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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 去吃点东西 算不算 快吃吧 快吃吧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快点 吃点 多少吃点 啊 吃一饭没事的 哎 朋友终于睡着了 他今天一天的心情都很差 因为今天坐胃镜呢 很难受 可是明天的话呢 还要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测 也就是那个胃动力检测 是一根管子从鼻孔里面塞进去 塞到胃里面 而且要塞24个小时 比这个坐胃镜更难受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得起 因为坐胃镜的话 也就几分钟就好了 而这个要在 嗯 从鼻孔里面塞到胃里面 塞20多个小时 哎